鄉親父老一大早就來現場 依序排隊準備要領取秀林鄉振興消費禮金 第一個拿到錢的喔 你來排多久 五十六 差不多七點多 沒有 這個要買菜 買米的 要幫我加兩點 總共多少錢 一萬塊 好用啊 因為可以買一些用品 26號上午九點 花蓮秀林鄉在村落活動中心 發放兩千塊的振興金 在新冠肺炎期間 省下來的活動費 轉成現金發放 希望生活假期受到影響的鄉民 可以舒緩經濟壓力 我們是信城那邊 你不知道說信城的沒有啊 就是領有啊 這樣 以為說信城那邊也有 現場也有隔壁鄉鄉民撲空 因為是秀林鄉鄉民限定領取 領不到 實在好可惜 狀況還OK 因為滿開心的啦 因為南河這邊有這個機會 目前進來了差不多三百多元 這樣 現金的大家都可以拿到 那有人拿這個錢來買東西了沒 有有有 有喔 他來買那個醬油啦 還有拿沙拉油那大罐的 現金當然比較好用啊 每人兩千塊的振興消費禮金 是目前全台最高的金額 預計全向一萬六千多人都可以領到 讓鄉民開心的直呼能住在秀林 實在太幸福 記者劉吉娇 曹詹仁 華連報導 好 好 好